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首先感謝各位今天的訪問 從各地各方過來 還要感謝文化局長頌文全 文化科長陳寅娘 今天我以吳秉的歡心來迎接各位 又以無限的戰戰緊急來迎接未來 我一生中點點滴滴的努力 全部同時在這國本的每個角落 為的是對這生黨的土地有所回報 我們的下一代有所貢獻 不要像我個人一樣糊裡糊塗的過了一輩子 其中幾真正的自我認知 才是真正的掌握生命 太多人擺火了 希望能夠了解我們這間博物館 認知這間博物館 是能夠對生命有新的評價 新的認知 新的革命 雖然這間博物館有70% 均是我與團隊的原創作品 這在地球上也很少有的作品 70%是原創的 我特別要感謝十位與我共同奮鬥十年的同事 還有個才華恆意的孔明明 目前與我正業不屑的同仁 目前跟我一塊工作的同仁 我的老婆Teresa 我的女兒Niko 還有 我的女婿Mark 還有我們最可愛 最真實的毛妹 毛妹來 笑一下 幫她正式一下 毛妹是我們台灣人真正的代表 她是天真熱情 充滿了善意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是不是我們可以一起好好的發展 帶動國際的旅客 這是國家千載難逢的機會 畢竟我們有100多家的武功之館 通過